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是许多喝酒一足的饮酒京剧 不过啊 在马来西亚喝酒可不能喝得太豪气 而且还得看时间喝 继吉隆坡市政府早前不允许 15杯多家卖酒商店更新营业执照之后 当局再度扩大卖酒限制 不准吉隆坡市区任何商店和餐厅 在晚上9点之后 售卖酒精浓度超过30%的烈酒 我觉得不会有大影响咯 如果人家要喝他们早就买了 我第一次喝不喝 所以我应该说 他们应该不会卖酒店 如果他们可以卖酒店 他们应该可以卖酒店 我觉得不合理啦 因为在马来西亚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度 但你可以参考在新加坡的咯 因为新加坡的话 他们自从那个外劳 他们有那个烧冻过后 他们的政府才设立了那个禁令 但他们在晚上12点过后才不可以喝酒 还有特地的地区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宗教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跑回去开倒车的一个举动 虽然我不喜欢喝酒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好事 我认为在乘客里面 可能会有安全的事 因为在路上有少多喝酒的人 但是在人们的享受和喜悦 可能是不太好事 这项新条例看似会对喝酒一族造成影响 不过记者访问了一些有喝酒习惯的民众 他们多半认为 只要爱喝酒 什么时候都能喝 而且各个家中都有存货 限制只不过是须有其表罢了 而当局增设新条例所给出的理由 则是为了降低社会问题和犯罪率 市政府或许是真的想一改吉隆坡的形象 不过还是得问 这真的有效吗 我没有找到关系 因为犯罪而不喝酒 我没有看到这一种原因 为何犯罪率增加 这一定是新的 我之前没有听过 我并不认为这一种好事 因为人们会决定犯罪 或是非喝酒 这就是这种影响他们 这个东西你还是要从 文本的教育开始了 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的东西 所以你不可以说 你要把一个东西apply下去 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个result回来了 这也很难说 也不一定 不过我觉得 如果能够从这边有这个措施的话 那会对青少年的犯罪率可能会减低 不过对成年人的也未必会 说到底 这个新限制受到最大影响的还是商家 记者实地走访了几家卖酒商家 他们均里不方便发表立场为由 而不接受采访